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这是1961年他的演讲 他只做一任 但他声望很高 为什么只做一任呢 他做了不到三年 就被暗杀了 在德州的一次参观访问当中 在达拉斯那边就被枪杀 所以那时候很有名 没关系吓死了 他坐那个limousine 坐那个常理车 上面没有盖子 就是那个车子是没有盖子的 就是人可以直接对外面 结果就一枪被打死 他太太在旁边笑死贾桂林 他在美国是 历史上是一个很特殊的总统 除了被暗杀以外呢 他最年轻 大概40出头就当美国总统 最年轻的 美国总统 而且口才好 个子也蛮高 他出生家族 美国橄榄迪家族很大 非常有名的家族 到现在都 当后来没落了 就后来一些都意外了 他弟弟后来也被刺杀了 一个小弟 后来因为一些社会事件 后来也淡出 所以他是一个很特殊的 但他的声望很高 那这一篇呢 就职演讲是 美国公认就是四大总统就职演说里面其中一篇 其他还有那个小罗斯福啊 还有一些那个林肯啊 这四篇很有名的旧职演说其中之一 因为甘拉提总统 他希望能够多参与 多参与国际事件 因为他在的时候是那个很复杂的 就他任内呢 就处理了 就开始了那个 要准备越战 越战 然后那个美苏啊 关系恶化 还有一对猪罗湾事件 所以他在的时候 美国事情很多 所以他只当不到三年 事情处理了不少 所以他如果没有被刺烧的话 他会做更多事情 连那个美国航太总署 登陆越球都在任内里面 就是开始部署 当然后来是若干大概七八年以后 才登陆越球 所以这一篇是很特殊的 在美国历史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文献 所以我们把它列入这个旧职演说里面 我们看他的文章 其他很多相关的我们到时候 提到的时候 我们就顺便再去讲一下 一开始 他的文章倒不会很难 不会很难 但是我们还是习惯 就是说 一个句子 我们用一个颜色 像在黑色的字 三个句子 红色 这个三行 一个句子 这样子我们看起来 压力比较没那么大 那如果碰到比较长一点的句子 有的时候句子 一个句子很长 有的时候我们看前面其他有的重要的人 一句子给你搞个十行 八行 九行 很长 所以稍微长一点句子 我们还是把其中一些比较转折的地方 我们用绿色的字标出来 所以你这样子看的话 用绿色的字它都不是主句 它句子写的很长 是因为它用很多子句 但子句有很多窍门 有的用关系代名词 有的用什么什么片语 有的甚至用那个连接词等等 所以我们把它标出来 这样子我们比较 看长的句子的时候我们要有方法 不然的话有的时候你观念不强的话 文法观念不强的话 你找不出这些转折的这些字眼的时候 你看到后面前面就忘记 所以越看越痛苦 observe 本来是观察 一字多译 庆祝 庆祝 它也是庆祝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 我们英文没有一字多译的观念的时候 看那个文章很累 它也可以是庆祝 所以英文程度好的时候 它会随着它的意思 自然去做转换 那美国是native speaker 它当然会转换 所以我们如果一字一 就九十一声 那我们今天来庆祝 因为它是旧职演说 庆祝 我们今天并不是庆祝 一个 一个 胜利的一个party 一个 一个 这么一个场合 不是 就是 虽然它赢呢 它不能说 我赢啊 对手很弱啊 怎么样的 会让对手不高兴 就是我们今天 通常 总统演说它低调 清虚一点 我们今天并不是庆祝胜利 而是一个celebration 而是我们庆祝 celebration 它也是庆祝的意思 那我们是庆祝自由 所以你看 它明明选上总统 我们不是在庆祝胜利 我们在庆祝自由 什么意思呢 symbolizing the end as well as beginning 就是代表呢 这个自由呢 代表是一个结束 as well as 这个成语 就是以及 就等于end 也是一个开始 所以意思就是说前面 已经结束了 现在我们已经开始了 那signifying 就是显示什么东西呢 显示出renew 显示出一个新的开始 renew 新的 新的开始 也是代表一个变化 就我甘莱迪当总统以后 那我 并不是庆祝胜利 而且我们庆祝一个开始 一个自由的开始 那也代表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也是一个 一个变化 至于什么变化 大家后面慢慢会讲 那我已经 我在这边呢 发誓 因为他们这个 要这个 演讲呢 总统就职呢 他一定要发誓 在那个大法官前面 要发誓 对美国效忠 一大堆东西 那我已经在你们面前 发过誓了 因为你说他发誓 要转播的 就是观众 那个美国人 都看得到 还有在全人的上帝前面 发誓 发誓 和这个很庄严的事业 一样的 和我们的forbearer 就是我们的先圣先贤 我们的前辈 就是prescribe 就是 本来我们是说 医生开药 规定开什么处方 那prescribe 就是 就是做一个仪式的意思 就在一百 一百年 跟那个three quarter 一个quarter是25年 就是四分之一 就是175年前 就美国刚建国的时候 第一任总统开始 他们所做的宣誓是一样的 所以一开始他起身转合 一开始破题 一开始就说 这是我 我当选新的总统 这是一个新的开始 并不是庆祝圣礼 而是庆祝一个新的开始 然后呢我试言呢 就是传承 传在美国一百七十多年前 一样的 很庄严的方式 The word is very different now For man holds in his mortal hands the power to abolish all forms of human poverty and all forms of human life And yet the same revolutionary believes which are forbearers for are still at the issue around the globe to believe that a rise of man cannot find the generosity of the state but from the hand of God 所以他们总统演说都喜欢 把他们的权利的来源 把美国的这个来源都是归咎神 就是神所赋予他们的使命 而这世界变得非常不一样了 跟175年前不一样 for 这边不是为了 不是介细词 而是连接词 因为呢 就是因为 而不是为了 因为呢 人们呢 已经掌握住了 hood 掌握住 在他的mortal就是会死掉的 immortal就是不朽的 就是人会死嘛 就是人呢 在他有限的生命呢 而他掌握住什么东西呢 就是我们这繁区啊 这个肉体啊 血肉之区啊 掌握了什么 掌握了一个权力 一个能力 就会消除掉所有的贫穷 以及所有的人的性命 就什么呢 就科技进步啊 科技进步 农业发展啊 让人免于贫穷啊 就是不会饿死啊 但是呢 也可以消除人的生命啊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他那个 橄榄迪那时代 已经美苏在 这个 核子武器方面在竞赛 因为那个二十大战 末期的时候 发明了原子弹 那1945年结束 这边已经1961年 美国已经有很多原子弹 数位也是 而如果两边原子弹一丢的话 人的性命就没了 所以我们这次 他说这个世界不一样了 我们一方面科技 可以消除贫穷 一方面呢 我们也可以把 人类的都消灭掉 这科技的力量 但是呢 在另外一方面呢 我们的相同 我们的同样的革命的信念 beliefs 所以他这边开始用which 用believe 用but 把句子都很长 but which 对于这个信念来说呢 我们的先圣先贤呢 他们所奋斗 fought 是fight的过去史 a still issue 仍然还在争论中 还在讨论 还在讨论 在全世界讨论 因为美国要自由民主 那世界上还有很多国家 他不要自由民主 他国王啊 他独裁者啊 所以还在讨论 a the issue 还在讨论 还在争辩当中 然后这个什么信念呢 我们人呢 人的 那个 权力呢 并不是来自于 就一般老百姓的权力 并不是来自于state 你不要说他是州 他是政府的意思 一个国家的意思 所以国家也可以nation 也可以country 也可以state 都可以 并不是 人民的权力并不是来自于政府的宽大 不是政府给的 你政府没那么大权力 政府是老百姓选择 没那么大权力 而是从上帝之手 所给予的 所以一开始 现在那个 把上帝搬出来 我们的力量是来自于上帝 大家的自由 不是来自政府 政府也是来自于上帝 所以一开始先把格调先弄高一点 我们今天认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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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开始 我们今天认为 那一开始 所以这个句子 比较长 他这整个演说 一般来讲 不会太难 可是有的时候 也会有句子长 像这一句就是一个很长的句子 一个例外 所以我们这边把一些关键的 句子为什么写那么长 就是把一些子句 把它转折的地方 用绿色标出来 所以这绿色起头的东西都是子句 都不是主句 他这边可以无限延伸 所以为什么句子可以写很长 他这边还可以继续写 可以写20行 30行 100行 1000行都可以写 但是我们要对文法了解 就知道他的变的把戏是在哪里 就让这些字传下去 go for it 从这里传下去 然后传到我们的朋友 还有敌人那边都传下去 传什么 that 所以第一个 这个关系代名字 传什么东西 the torch 这火炬呢 就是传承嘛 他当总统了 这个新的一代开始 这个传承的火炬呢 spin pass 传到一个新的美国的世代 好 那美国世代又怎么样 又来了 但是不用that 用这个横杠 这个也可以 意思差不多 那这些美国人呢 就等于who 关系代名 那这些美国 这新一代美国人born in this century 就是生活在 生存在 这个出生在这个世纪里面 就不是跟175年前的不一样了 这新一代了 是20世纪出生的 然后tempered by war 就是受到那个战争的断链 tempered 我们就说锻炼 训练 经过战争的洗礼 discipline by heart 然后呢 这discipline是有纪律的 就是也受过了一些heart 一些很困难 一些痛苦的一些 所换来的和平的一些纪律 得到一些纪律 字面上是这个意思 反正受过战争洗礼 也送到一些那个很艰苦 艰苦换来和平的一些 然后得到了一些 纪律 得到一些教训等等 看你怎么翻 然后 然后呢 也为什么骄傲呢 为我们的 从古以来的传承 heritage 就传承下来的 也感到骄傲 就表示这一代有这些特色 受过战争洗礼 也用过很多代价 换到和平 中间牺牲到很多 产生一些我们的一些 discipline 就是产生一些纪律 或者被什么所感召 就看你怎么翻 然后呢 and又来了 这边句子长 又有个这个 连接词 and or but 这些都是 therefore so 这些都是连接词 以及呢 不愿意 去witness 去做一个证人 就不愿意去亲眼看到 也不愿意去接受 接受什么呢 the slow undoing 这个很慢 而且不作为的 对于人权 不作为 我们不能容忍 不人权 不能容忍破坏人权 美国最重是人权 然后呢 这些权力呢 to rich 又来了 又又又又 又是一个 关系代名词 代表就是right 所以他这个好像接龙一样 所以句子写很常 接龙 一直接一直接 接龙接下去 那英文程度好了 继续接 接不完 没关系不怕 程度不好 哎呦怎么那么长啊 完蛋了看不懂 看到后面忘了前面 就是这些那个人权呢 就是是我们的美国 美国一直committed 一直自力在做的事情 自力 自力于 努力于 一直从事于什么 committed and to which 又来了 to which 这两个是对等的 这两个都to which 终于加一个and 那我们今天仍然在自力做 在我们的at home 不要说在家里 在美国 在本土 以及在全世界 我们都在推动 推动这些人的human rights 人权 因为他这话讲给谁听呢 讲给苏儿听 讲给共产国家听 后面慢慢会带出来 所以我们这边要了解一个背景 就是说它为什么一直强调自由呢 因为二次大战结束之后 那不是苏儿啊 那不是苏儿啊 那德国输掉啦 希特勒输掉啦 二次大战结束很好啊 那为什么要强调自由呢 强调人权呢 接着冷战开始啦 苏儿也是战胜国啦 结果呢 苏儿他就是把德国分为东柏林 西柏林 东柏林就是纳入黑木 铁木啦 所以整个苏儿就是共产国家 然后德国很大啊 德国的东边也变成那个共产国家 还有东欧啊 很多国家啊 这个 匈牙利啊 捷克啊 南斯拉夫啊 一大陆国家也变铁木啦 还有最大的 还有一个很大的 东方的中国啊 毛泽东 把讲究是赶到台湾 他也变成共产国家啦 还有北韩啦 所以变成共产主义国家很大 你看那个版图很大 那以美国英国为主的自由国家 所以变成东西方对抗 就叫冷战 就没有打仗 但是那个 但是呢 是冷对抗 就是用很多那个情报啦 意识形态对立 可是没有正打仗 所以很多的谍报片 二次大战以后开始冷战 很多谍报片 美苏啊 美国CIA啊 这个 所谓的KGB啊 就很多故事就出来 所以这个 基本上时代的背景 所以让每一个国家都知道 不管呢 这些国家是希望我们好 还希望不好 希望我们好 就是英美 英美啦 法国啦 这些同盟国家 还有亚洲一些国家 或者希望不好 就是铁木国家 共产主义国家 那我们 不管是他们希望我们好 唱衰我们 我们 也不管我们会付出多少的price 代价 承受忍耐 不要是忍耐或承受 多少的负担 以及去面对 meet 是见面 也可以说面对 面对任何的hardship 任何的苦难 那我们都会呢 support 我们的朋友 然后我们对抗我们的fow 是敌人 去确保survival 确保这个自由liberty 自由的 自由的存在 继续保存 以及他的成功 所以他就开张民意 讲说 不管你是我的盟友还是敌人 我就告诉你 我们一定会确保自由 就讲给共产党听 不管我们要付出任何代价 所以那时候冷战 冷战就开始 双方都有很多原子武器 原子弹 所以他后面也会提到一些东西 这就是我们所要 Pledge 信誓旦旦的 我们要保证的 还有更多 我们要保证 我们会呢 维护 维护自由 维护人权 不管要付出多少代价 三道话 就对于那些 古老的 同盟 这也没有多老 就是 对我们那些老盟友来讲 英国 法国 西德 这些 还有北欧这些 自由民主国家 就是 当然这边主要是讲那个英国了 但是这边又讲 又加一个S 当然也算了 法国也算 反正就是说 我们有相同的文化 还有精神的起源 也都西方文明嘛 希腊罗马 所以东方 这个西方的国家都是 啊 除了语言不同啊 但人种差不多啊 就是 反正 美国人从 从欧洲过去的嘛 所以我们 整个欧美 自由民主国家 我们有 我们有相同的 文化跟精神的起源 We share 就我们分享着 那我们也会保证 我会很真心的 对于这些 这些 我们的朋友啊 我们都会很忠心的 互相对待 United 这边就是 不是美国 不是United States 团结起来的话呢 我们这些 跟我们的 民主这些 这些兄弟啊 姐妹啊 我们团结起来 就是 我们 没有什么事情 我们不能做的 There is a lot we cannot do 就是 双重否定 就是夫妇得正 就是肯定 我们可以做任何事情 这边上就是 我们不能做 没有什么 我们不能做 In a host host 本来是主人啊 但这边 不能当主人 就是host 就是说 在一个大范围之下 就在一个互相合作 合作的venture venture by motion 就我们大家 这些那个盟友呢 我们就相互合作去探险 In a host 就是好像在一个大家庭之下 有一个主人大家庭之下 这个意思 但怎么翻译 就看看个人 用什么字 只要我们 互相团结 而且 相互合作 冒险翻难 共同 携手合作 那 会众志成成 没什么做不到 那divided 如果分裂的话呢 就是我们 就是一事无成 我们可以翻一事无成 is little 就很少的 我们可以做到一事无成 for 这边也是因为 因为呢 我们不敢 there or not 本来there是敢 there or not 不敢 我们就不敢去面对 一个强而有力的挑战 然后呢 那为什么不敢面对呢 and odd就是 od就是孤零零的 像那个袜子一双 其中单一只就odd 一只 如果我们分开的话 这个 我们孤单的分开的话 it is split sunders 而且我们分裂了 sunders sunders就是 不在一起的意思 所以我们是孤零零的 或者分开的话 那我们就没办法去面对 敌人 强而有力敌人 所以希望大家要united 去哪里 那这些小时 魂我们也会变得 出带到 to find them strongly supporting their own freedom, and to remember that in past, they should foolishly sell the power by riding the back of the tiger and lead up inside. 就对于那些新的国家, 新成立的国家, 因为二次大战之后成立很多新的国家, 很多就是本来是英国啦, 法国,德国殖民地, 独立了,很多, 所以现代国家, 比如说200个国, 假设是200个国家的话, 二次大战之前呢, 没有,没那么多国家, 所以都殖民地嘛, 英国日不落帝国嘛, 德国很多, 所以非洲你看, 那时候几乎很少独立的, 而不是德国殖民地, 就是法国殖民地, 就是英国殖民地, 这三个最多, 当然也有西班牙, 有葡萄牙, 像那个南美洲就是几乎都是西班牙, 但是最大的国家是葡萄牙啦, 巴西, 所以南美洲几乎都讲西班牙话, 最后国家讲葡萄牙话就是巴西, 最大, 葡萄牙, 所以对那些新的国家呢, 我们欢迎他们到Ranks, 加入什么阵容, 加入我们自由的阵容, 我们欢迎他们, 你们越独立了, 从英国, 法国啦, 德国啦, 这个西班牙, 葡萄牙, 这几个国家比较大, 那我们保证了我们的话, 我们讲出来的话, One form of colonial control, 就是以前, 就我刚才讲的嘛, 前面都是殖民, 殖民地统治, 我们会保证, 这些殖民的统治呢, Sharnett, Sharnett had passed away, 并不会消失, 那已经消失了, 为什么不消失, 好, 我们看整个句子的了解, 并不会消失, merely to be replaced, 被取代, 被什么取代, 更加的, farmer, 更加的, 铁的, 暴君, 更加的专制, 集权, 铁母等等, 就是, 我们再次保证, 你们是新兴的国家, 但是你们并不是, 虽然脱离了殖民地统治, 但是并不会被暴君统治, 并不会被新的专制体制统治, 不然这样没意思啊, 你本来是被西欧列强殖民, 就像独立的, 独立的时候老百姓还是没自由, 就被暴君, 被专制, 被独裁者, 被共产主义, 被国王, 被什么统治, 那换汤不换药, 那还不如殖民好了, 这个意思, 那我们并不期望呢, 去得到他们的支持, 对我们的看法支持,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国家就被铁木统治, 比如说东欧, 东欧是独立啦, 可是很多就是纳入铁木啊, 受苏联老大的约束, 他不会替我们讲话, 因为他老板, 背后老板是苏啊, 我们不期待你们会替我们讲话, 但是, 我们永远会希望, hope, 希望, hope跟wish两个不一样, hope就是说有可能达到wish, 几乎不可能, 比如说, 比如说, 我希望我明年能够买车子, 你可以用hope, 我希望跟女朋友讲说, 我希望能够把月亮摘下来给你, 用wish, 几乎做不到的, 用wish, 基本上有可能达到用hope, 这两个字不一样, 那我们希望呢, 可以找到一个, 可以发现到一个更强的, 强而有力的支持, 对他们的老百姓,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你们这新兴国家, 也许是铁木国家, 你们可能对美国, 你们不见得会讲好听的话, 不见得会支持我们, 可是呢, 你们至少支持自己的老百姓嘛, 有自由嘛, 对不对, 不然你说, 从殖民地手中独立了, 结果呢, 又对老百姓, 有新的统治, 又对老百姓, 不给他们自由, 这没意思啊, 而且你们要记住, 在过去呢, 有很多例子呢, in the past, 在过去, 这又用关系代名词, 就是在过去有很多人呢, foolish, 很愚蠢的, 这个short是seekseek, 的过去式, 去寻求他的权利, 从历史上很多, 寻求他权利, 用什么方法, ride in the back of tiger, 坐在老虎的背上, end it up inside, 最后结束了inside, 又从里面, 从老虎里面呢, 又被结束掉,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过去有很多经验, 你们可能仰仗了一个什么, 暴君啊, 什么一个势力, 像老虎一样, 你们这个有集权, 有武力, 结果呢, 最后, 却是因为这样子, end up, 而被结束了, 就是因为你们像老虎一样, 骑在老虎身上, 好像狐家狐威, 到最后就是因为不给老百姓的自由, 而就被推翻掉, 这他的真实的意思是这样子, 尘也消河, 败也消河, 那你们现在好像是坐在, 苏尔的老虎身上, 最后结果呢, 你们被苏尔所控制, 或者说, 你们是靠武力, 你们是靠武力, 那个镇压老百姓, 到最后老百姓, 也是因为被镇压, 然后老百姓推翻你, 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字面上不好意思, 不好去理解, 而它实际上的意思是就是这样子, 我们把这一段讲完, 我们到第一个段落, to those people in the house and villages, have the globe struggling to break the bounds of mass misery, we pledge our best efforts to help them help themselves, for whatever period is it required, not because the communists may be doing it, not because we seek their votes, but because it is right, if a free society cannot help the many who are poor, it cannot save the few who are rich, 就对于那些人, 你看这边, 我们又用绿色字把标出来, 对于那些人, 在这个茅屋, 还有村庄里面就穷人, 对于那些穷人来讲, 就是有半个地球, globe这边它本来是原型的地球, 这个半个地球上的人都是很贫穷, 然后他们struckling, 他们奋斗去打破什么bounce, 经济上就是我们债券, 可是它另外一个就是束缚, bounce束缚, 被这个大规模的这个贫穷, 大范围的贫穷所束缚, 所以地球上有一半的, 半个地球都是这跟贫穷在奋斗, 吃不饱穿不暖, 贫穷, 那为Pledge, 那我们保证, 所以他一直用Pledge, 就是表示美国, 所以美国呢, 变世界警察就从这边开始, 就从那个, 就从那个甘賴迪开始, 但后来川普他不希望, 他希望把钱呢, 用在美国上面, 所以他就不希望再当世界警察, 但是也被很多人诟病, 所以甘賴迪是希望是大美国, 变成世界警察, 因为那时候有苏联在嘛, 那我们保证我们会, 尽我们最大力量去帮助他们, 帮助他们, 然后他们可以帮助自己, 因为呢, 不论是任何的这个period, whatever period is required, 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 就不管在任何时间的需要呢, 那并不是因为呢, 共产党人, 他可能会去做, 就是我们要去帮助他们, 并不是因为, 共产党会帮助他们, 所以我们要帮助, 不是, 也不是因为呢, 我们需要他们的选票, 因为你也不能投我干拦题, 不是, 我们帮你, 不是因为, 怕共产党先帮你, 也不是怕, 也不是因为我们要得到你选票, 得到你同情的, 不是, 而是因为这是对的, 必须要去做, 我们必须要消除贫穷, 没有条件的, 我们帮助这些第三世界, 贫穷的国家, 没有什么代价, 也没什么条件, 没什么理由, 就是应该做, 如果一个自由的社会呢, 不能去帮那些穷人的话, 他也不能够, 也不能帮助穷人, 也不能帮助富人, 如果穷人太多了, 你富人到最后, 也没办法了, 这个社会上, 就穷人富人比例要一定, 富人一定少, 穷人多, 可是你不能适合, 你搞到最后, 所以中国很多历朝历代, 到末期的时候, 穷人太多了, 吃不饱饭, 太多了, 多了不像话了, 那有钱人是少部分了, 租门九楼的时候, 革命, 造反, 杀掉有钱人, 杀掉皇帝, 所以我们不能去帮助穷人的话呢, 到最后连富人, 我们也没办法去帮他, 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第一段先讲到这里,